那时,有法利塞人和经师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跟前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违反仙人的传授 他们吃饭时,静不洗手 耶稣便叫群众过来,对他们说 你们听,且要明白 不是入于口的,使人污秽 而是出于口的,才使人污秽 那时,门徒前来告诉耶稣说 你知道法利塞人听了这话,起了反感吗? 耶稣答说,任何植物,凡不是我天父所种植的 必要连根拔除 由他们吧 他们是瞎子,且是瞎子的领路人 但若瞎子领瞎子 两人必要掉在坑里 是瞎子领路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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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瞎子领路人